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到柔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静恩 随着柔佛州内治疗 冠病患者的家护病房床位 使用率已经超过了95% 柔佛州卫生及环境委员会主席阿威亚 昨日发表文告宣布 大马国防卫队将协助在 新山中央医院设立州内 首个野战医院 并预计会在本月17日投入运作 根据本报记者今早实地走访观察 野战医院就设立在 新山中央医院主要建筑物前方的 左侧停车场 据观察,现场的14个帐篷 基本设置已经完毕 接下来将进行其他 包括水源、地面、通道、病床 围栏等设施的安装工作 目前该区域已经封锁 不开放外来人士入内 接下来继续关注周内疫情消息 马泊一名怀胎6个月的怨妇 确诊冠病后情况危机 医生被迫对插管中的妇女 进行手术取出胎儿 然而不幸的是早产儿缺氧 无法获救 妇女过后也宣告不治 令家人心碎 死者罗海扎的一名表弟在脸书发文 悲伤叙述亲人的不幸遭遇 并且悲痛写道 宝宝没救了 妈妈也死了 他透露死者育有两名儿子 准备迎来第三胎却不幸染疫 于前日上午在麻坡苏丹后 法蒂玛专科医院逝世 使得一家人与早前涉及麻坡 市议会的马哈拉尼感染群有关 而在本月4日 女死者的父亲亚斯曼 也因不敌病毒在麻坡医院 抢救失败宣告不治 换个焦点 布施是值得鼓励的善行 当上进门受处 在布施之前多留心了 不要布施给来历不明者 古来佛学会主席于伟圣 日前向本报接入 一名自称是 沙拉越古境某经社 住持的不明人士 在近两个星期以来 向柔佛州多个佛教组织 负责人筹募购置 袈裟佛像等 却因为催款的行动太过急促 而引起怀疑 于伟圣于是致电向 古境一名佛教组织负责人询问 却被告知这名男子 有假借佛教组织名义 榨钱的前科 提醒佛友们不要受骗 于伟圣也认为 相关人士的行为 已经破坏佛教界的良好名声 及带来负面影响 最后一起关注大柔佛 封面专题 全面封锁期间 在家防疫的城市农夫 也再度动起来了 越来越多人在疫情宅家时 培养新的爱好 当中城市农夫就成了热门的家庭活动 不仅过程中 大人小孩都可以参与学习 与大自然维伍及栽种知识 也提升了土地效益 这些城市农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家防疫期间 农耕事物也慢慢变成了有规律的生活模式 他们当中有着忙着直播分享种菜心得 也有着成原意新鲜人 逐步累积经验 享受采收带来的成就和满足感 以及自耕自食的快乐 他们善用行管令无法开业 上班的闭关闲暇时光 在属于自己精心管理的农田 动动手 耕地播种 育苗 浇水 施肥 除草 屈从采摘果菜等等 健康鲜美的蔬菜水果 除了饱腹之余 还能分享给亲戚朋友 收访人士说 耕种是跨域的挑战与自我学习 从起初的入门种植技巧 渐进摸索出窍门 也从中结识了许多热爱都市农耕的朋友 其实只要愿意尝试 自己种植并非难度非常高的事情 而致食其力栽种出来的有机蔬菜既能吃得安心 又可以顺便运动健身放松心情 何尝不是充实的收获呢 今天的大罗佛三分钟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新洲日报新洲网